狮子 狐狸 与鹿 狮子国王生了病,睡在山洞里。 一天,他突然很想吃鹿肉,于是派狐狸去把鹿骗来。 狐狸找到了鹿,对他说:"狮子国王快死了, 他要我来通知你去继承王位,你快去吧!" 鹿很高兴,蹦蹦跳跳的跑进了狮洞。 狮子一看见鹿,猛扑了过来。 在挣扎中,鹿被撕上了一只耳朵,他忍痛逃回了树林里。 狮子没办法,又叫狐狸去把鹿骗来。 这回,鹿可不上当了,他大声叫道:"哼,你别想着骗我了!" 狐狸装出生气的样子说道:"狮子,只是想捉住你的耳朵告诉你, 怎样才能做一个好国王。 现在他非常生气,我劝你,还是赶紧去道歉吧!" 那我,真是错怪他了。 愚蠢的鹿,再一次相信了狐狸的鬼话。 这次,鹿一进洞,就被狮子抓住,抱餐了一顿。 这故事是说,虚荣心容易使人变得愚蠢。 λ峰 1 2 1 3 1 2 2